2022年冬禅寺社交成果 以及儿童佛学班的结业式 透过了动静态的方式 展现出小朋友们 在三好教育体制下的亮眼成绩 集结了私生家长400人响应 场面温馨热闹 色彩缤纷彩绘灯笼 各式劳作以及一幅幅绘画作品 独一无二展现小朋友无限想象力 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精彩 热血几鼓声揭开序幕 舞台上神色专注动作整齐 风光山东禅寺社交成果展 继儿童佛学班结业典礼 端出孩子动态以及静态 优秀学习成果 用歌声传达对师父老师 以及父母亲感谢 东禅寺想搞教育 带领小菩萨实习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 不只对自己更是对他人 把这份美德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不只是为 学好自己一个做人的本分同时 我们还可以帮助其他人 希望大家都是三好儿童 多多学习三好 这是老师的叮铃 亲自为小朋友颁发 结业证书以及全情奖 2022东禅三口食堂 圆满落幕 期盼未来新一年再相聚 要办更多佛光好苗子 快乐成长 小朋友们 这里是你的家 佛陀在这里 你们常常要回来看佛陀 因为是马来西亚人加龙 众和报道 谢谢